有地鐵站有商場 又是一個大型屋苑 車價還要2萬元之內 一個美的城門和景 想看著全香港最高的山大帽山 我們看看這個屋苑叫真案百號 基本上一出閘 這裡就是它的屋苑 很近 車公廟站 樓下也有食市 有多方便 幼稚園 地下的士就在這裡 然後就上去平台升降機 升降機場 商製資訊 旁邊就是大圍站 剛剛開業的維芳也在那邊 就是一個文化博物館 下面是城門河 你可以看到隔條路 走出去跑步 很舒服的 踩單車也可以 發展相同樣的 都是新世界 它是2012年入伙 其實到現在大概是12 都是一個比較新的樓盤 要出去時 基本上半個小時 是不錯的 自從開了沙中線之後 其實整個區的樓價是升了的 在屋苑那裡 走回去地鐵站 Kill Club 正 整個樽樓8號就有4座 提供981個單位 現時的兩房就大概是900多一點 500多尺是一個比較實用的尺數 三房就大概是1200至1400左右 700多尺 四房再大一點 1000多尺那些就過了2000萬 Pedro大概是40-45元一尺 做到2L去到3L 我們今天看這個1398尺 進來這裡就有一個懸崗位 雙指門設計 這裡就放了一張換椅椅 一進來坐下可以換回自己的鞋 然後這裡有個黑色的鏡面 可以穿上衣服 非常好 轉進去這邊就是廚房 廚房挺大的 空間來說是非常之夠 桌面也夠 這邊還有一排耳骨物 焗爐蒸爐 一個雙門的雪蓋 還有這裡有個大窗網桌 你就吃不可 這裡就洗 洗完之後就在這裡切錢 之後就放進去煮 然後再上菜 再進去就有一個工人房的位置 戶主就把它變成一個雜物房 可以放很多東西 有一個大櫃 然後有一個工人翅 空間上就非常之重的位置 一個缺點就是這裡沒有牆 之後再向這邊走 就是一個長型的合法 整個廳就非常之寬 好像這麼大間的屋 用起來是非常之寬 而且樓底也夠高 這邊就一個露台位置 其實非常之寬闊 三個人站出來很舒服 然後可以看著山 然後再看著河 整個感覺是非常之好 還有那邊就有出海口 吐露港那邊 如果在一個藍天白旺的情況下 是非常之寬的 這裡以前的設計就有一個露台 有一個露台就不知做什麼的 這個露台的好處就是可以 南北對樓去扯封 做了一個隱藏式的門 推開它再走睡房去 動靜的分隔其實挺好的 下次好企理 整個空間都挺大 而且它是用軟浴的 有窗的 這間睡房很大 有一個窗桌 然後一張床 一張書桌 一個衣櫃 樓底有高 可以利用高樓底去做好一點 這些睡房 我一個小朋友從小到大 用一間 絕對是夠用的 它不只有一間 它有兩間 這間房再大多一點 闊一點 景觀就看回另一邊的景 都是山來的 然後看回自己的屋苑 這間你可以給小朋友用 或者給爺爺慢慢用 因為它是一個肚子 多一個成年人 它有一個肚子 剛剛好 我們最後看了一個儲藝房 很闊 一張大床擺完之後 三邊放到床 然後有自己的電子 有一個大窗台 在這裏 外面有這麼漂亮的河景 遠一點 有一個海景 非常之正 在這裏看著景 其實很舒服 飾物架 然後這裏就有一個衣� 不算大 老實說 那個衣櫃當然不夠用 因為這裏 來廁所的位置 其實有另一個衣櫃 大一點 打開 類主人的骨 外套 都坐在這裏 上面都有的 你看好工 拿不到 主人的浴室 豪宅的四件套 雙手舖 老公 老婆在這裏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鏡 那些化妝品 可以全部擠進去 然後這裏有個淋浴區 還有一個浸浴區 最重要 每個人都需要的 思考空間 然後有個大窗 設這間是1398呎 衣櫃車位 賣的價錢是2900 你扣車位的價錢 實質2500元左右 算下去 20000元尺都不用 雖然很便宜 如果以這個景觀 這個扭寧 這個地位 你又覺得呢